后组超过一夜的北京文化中心肝顶 应该向亲层关心期待 观众李箴永远特别专业来了解没人肝顶总控 让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够普及到全县各个区块 尤其是在海线地区 我们希望因为这个文化中心的一个设立 能够来整合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资源 同时能够提供给我们地方艺文团体 他们一个很好的表演展览的空间 所以我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建设 我也非常关心 目前北京文化中心肝顶已经进行一幕 又继续联络会奔案 音乐厅总共有席次大概355个席次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展览厅 展览厅共分为一楼展览厅 是常态性的 是非固定的展览室 二楼就是我们的固定展 是以北港的古文物跟北港的绕境为主题的一个展览厅 建筑师在做这个文化中心的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预留了这个合余法规所规定的二十几个停车位 那也有很多这个机车跟脚踏车的停车位 那就是希望我们在地的民众可以就近 可以开车骑车走路来接近我们的文化中心来参与这边的活动 那其次在这个厨房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也做了一些意见的沟通 那未来可能会寻两种可能性来思考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厨房迁移或者拆除 另外再盖一个厨房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另外再新建一个厨房 那再把这个旧的厨房的建筑物的硬体 再做一个改善再利用 为整管理所在分别完成的建设 这次在北港文化中心形建案 管理所在用新主任到现状会更了解 不然对英海 乡亲的未来发展典显然关心 也表写专辈给甘定完完完工 记者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